在这个时候奋斗者的新时代 人人都有追梦的权利 人人也都是梦想的铸造者 几代何游人皆以梦为马 今天的我们更应奋斗 奔跑 创造 实感 放映您来生机勃勃的兴盛景象 写信人在落笔的一瞬间 将新生写进了信里 而他带着牵挂 七许 走过草木萌芽 走过冬雪风雨 将每封信送到他的主人手中 是每一位投地员的使命 这是投地人张燕林 与信的故事 张燕林第一次上段投地 是在十六年前 负责八家单位 十二个小区 三百一十九个投交户的片区投送 那时 合肥很多地区正在飞速发展 而在这个片区 十二个小区中 有三个小区是倒闭厂矿宿舍 房屋破酒 门牌号杂乱 向道七拐八弯 很多地方的投送全平一双脚 像我这个个子 投地二八自行车 个子也比较困难 一天是干了一两个月的 有点坚持不下来 经常跑一天 也只能送出去十四件信 毕竟有的信件地址不是很详细 要一件一件A加F或者去找 有的老人家年纪也比较大 他们毕竟也不方便下楼 我们都每次给他上楼去投地了 每一次抵达都可能失望而归 但人们接过信件时 期待的眼神 又让他选择坚持 老奶奶台湾一个亲戚 吃了一个信件 她就写个爹港路 没写门牌号 就按照以前的记者 写得比较模糊 然后就到里面 挨家挨父的找忙 就问了问 后来问到了 这个老人家非常感动 她写过比方性高 因为跟台湾那个人 好多年没有联系上来 她的亲人找到了 我也感到很欣慰 负责该段投地以来 她从未悟过一个点 丢过一封信 一日两趟 从不悟办 独居老人生活不变的 她经常帮忙带取包裹 帮他们打扫卫生 带买生活用品 十几个年头过去 她累计投出 各类邮件报刊 二百六十多万件份 复活疑男性 一千三百多封 用真心 细心 耐心 爱心 赢得广大用户的衬心 现在不像以前了 毕竟手机 可以了解所有的信息 但我们这项工作 不能取消 一块两毛钱 寄全国的 任何一个地方 还有每年的录取通知书 只要还有需求 我们就还会继续坚持 他们称 她是带着万份牵挂的 绿衣使者 将店面送到千家万户 而他们也给了她底气和信念 也许 这就是这份工作 动人的地方 客户满意 是她在事业上的最大追求 尽善尽美 则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整日的忙碌 让她对时间有着特别的理解和体验 她在分秒必争中 进行着自己的坚持与信念 这是合作画路营业部经理周伟的一天 她带领团队 为了提供更好服务 而不懈努力的日日夜夜中的寻常一天 周围像网汤一样 早早来到单位 这个不大的营业厅 见证了她和团队的共同成长 正常情况下 我们因为快递行业的淡忘季比较明显 正常忘记来了以后 我们一般早上 使班的是六点钟左右到港 从卸车到分检 再到下段再到装车 八点钟左右能够完成这个流程 下午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三平次 有的同志甚至送到晚上十点十一点 2013年周伟通过竞聘 成为了营业部负责人 肩上的担子重了 如何做扎实团队 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 成了诸位常常思索的问题 刚开始嘛 作为管理工作者 那可能很多也学习 我也是点点滴滴的 遇到问题啊 内情的问题啊 客户的问题啊 我也向我们领导 及时地去汇报 工作中有一些困难 也跟同事及时地沟通啊 作为负责人 他认为做好服务的前提 是做好团队建设 在站点里 他是知心大哥 一面不折不扣地落实公司各项决策 一面倾听员工心声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他也是中枢神经 一面要加强队伍建设 强化运营管理 狠抓各项指标 一面积极拓对接客户 提升服务体验 周伟上任半年 石门路营业部 就在全员的共同努力下 获得了全市网络运行质量二等奖 其实对我来说的话 我可能是一直就是在一线 可能我更加体会客户的需求点 以及特别是我身边这个 兄弟们懒投员的这种想法 近两年 周伟在合作化路营业部 担任营业部经理 开展劳动竞赛 建设职工小家 做活分配机制 让大家普遍认为 与其苦等不如苦干 拧成一股绳 落实市公司 揽头网改革 试探改革 销售化转型部署 营业部收入结构 得到优化 利润实现 扭负为正 为了缩短服务实现 他力求团队协作 跑赢最先一公里 跑好最后一公里 压缩内部处理时间 做到了提前三十分钟出班投地 同时通过主动克服 11183揽收成功率 一直保持在95%以上的水平 下段及时妥头率 保持在97%以上 有时团队成员屡次沟通 都不能让客户满意 他就陪同上门拜访 帮助他们分析原因 为了更好服务 他还建立了定期回访机制 及时了解客户需求 不断改进服务 使老客户收益明显 因为我从石门路到楼桌大道 然后再回到丹霞路 包括去年调到合得化路来 也是通过这一种 点点滴滴的这种教 点点滴滴的这一种相互学习 最终现在合得化路 也算是走上了正轨 心里多一份热爱 时间就多一份馈赠 时刻牢记及客户之所及 向客户之所想的背后 不仅是对客户的真心付出 还饱含着对所有客户 对合肥由证的认可和信任 不是每个人都天生是雄鹰 可以展翅翱翔 小小的海鸥也能凭着 自己的信念和耐力 坚持前行飞越大海 这是低调内敛的技能大神郭南 不曾豪言壮语 却一次次突破自我的故事 郭南在刚成为投地员时 度过了一段比较难熬的时期 哪条路哪条街 哪户人家在哪栋楼 把他难得晕头转向 连收派键的速度都不达标 但每天无论再晚 他都会坚持把邮件投送完 认不清的街向小区 那就画成简易地图随时记忆 正是这个笨方法 让他很快将自己的区域分布 烂书于心 投篮效率快速提升 由于工作认真负责 2015年被营业部提升为网歌长 2016年公司开始施行小团队作业模式 他开始担任团队长 他在投地过程中发现有收必有计 便主动为有基地需要的客户 推荐优势线路 在施迹的过程中 逐渐跟踪并反馈给客户 团队的服务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 从三五家逐渐提升至十几家 业务收入翻了一番 2017年第一次参加行业技能大赛 郭南没有拿到名次 他非但没有气馁 反而激起了更高斗志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努力学习 知识结构有欠缺 他就买回书来自己肯 业务能力有不足 他就偷偷地自己加恋 经过两年的坚持和不断打磨 郭南的业务能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 荣誉也接踵而至 2019年 他代表安徽省收获了整个行业内的全国最高荣誉 2019年中国技能大赛 第二届全国邮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快递员组一等奖 这是安徽省在这一赛事上一等奖零的突破 技术属于自己 但它来源于企业和行业的培养 这些荣誉更是给了我一份厚重的责任 成为业务骨干和技术能手后 郭南始终把传道授业作为自己的重任 把打造一支学习型 知识型 技能型的邮政业人才队伍作为自己的目标 在他的指导培训下 一批又一批技能过硬的人才脱颖而出 短短八年时间 他从业内小白做成全国技术能手 从普通员工成长为一名金牌职工 但他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一直在一线打拼 进行着邮政行业 国家对该有的素质水平和责任担当 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企业 在这里有的人坚守在平凡岗位上 辛辛劳作 有的人永挑重担 创造不凡 有的人永不言弃 突破平凡 每一位勇敢追梦的何游人都闪闪发光 正是这些追梦人 使得邮政成为有态度 有速度 有温度的企业 可以不负信任与美好相连 情细万家 信达天下 这是每一位邮政人的信念 明天下